欢迎收看这一节的五件新闻 我是唐坚 马上先带你看到今天有哪些国际新闻重点 世华肯议员团22号访问台湾 强调共享价值观国家紧密合作 四川限电延长至25号 当地台厂连续停产11天 印太经济架构首场部长级会议 9月8号在美国洛杉矶登场 悠达部落热核电厂 英法德美领袖与军事克制 迹象局预估在菲律宾东方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 最快今天晚上明天清晨 就会发展为今年第9号台风马鞍 预估周二晚上周三最靠近台湾 受到外围环流影响 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 有局部短暂震雨或雷雨 不过台湾发布海警的机会不大 未来会逐渐朝香港 中国广东一带前进 由于中国南方高温干旱已经连续一个多月发布高温警报 将生成的马鞍台风 能不能缓解中国南方的干旱 也是外界关注焦点 再来看到焦点话题 台湾美国9月正式展开经贸谈判 印第安纳州长侯康安22号进见总统蔡英文 表明寻求双边战略伙伴关系 蔡英文表示当面临中共军事威胁 民主阵线盟友更要团结加强各领域合作 台湾愿意共同建构民主晶片的永续供应链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率领经贸和普渡大学代表团 访问台湾22日觐见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 蔡英文又一次提到美国8月生效的晶片法案 随着法案的通过印第安纳州渴望成为美国半导体产业新兴的科技中心 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和区域安全的重要的支柱 台湾有能力也有意愿加强跟民主伙伴之间的合作 共同建构民主晶片的永续供应链 印第安纳州人口680万人 是台湾和美国缔结的第一个姐妹州 侯康安是在疫情爆发以来第一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州长 他说彼此关系坚弱磐石 人民共享价值 台湾联发科等十大企业都在当地投资 他期望双边形塑战略伙伴关系 印州人民会回报台湾持续的无价友谊 此行将拜会台湾相关政府机关 半导体厂商代表 并且签署及见证多项备忘录 以促进双边经贸及科技产学合作 6月底 联发科宣布和普渡大学合作 在印州成立半导体晶片设计中心 过去的这段时间 台湾也面临中国在台湾海的周边的军事威胁 此时此刻我们民主阵线的盟友 更要团结起来加强各个领域的合作 新唐人亚太电视黄亮简张东旭台北报道 日本国会友台团体日华语言肯谈会会长古乌龟斯 日华肯事务局长穆元忍 今天上午从东京启程访台 古乌龟斯上午发文表示 中共进行军事挑衅等脱离常轨的行动 不仅冒犯台湾 也冒犯东亚整体的和平与安全 面对这样的风险 共享相同价值观的国家 有必要密切合作 日华肯此行获得日本国内议员的支持 我们日本记者清水名字有更多说明 日本の議員の中には日本や台湾が正確な予測を立て 中共の継続的な対外拡張姿勢を警戒する意識を強めることが 急務であるとの見解もあり 今回の包帯は日台のさらなる連帯につながるという声もあります これからやっぱり台湾関係というのが一番大事になってくるんじゃないかな 東アジアの安定ということを考えてもやっぱり大事なことかなと思いますし 毎日毎日日本で考えても了解審判を繰り返されて いろんなことをされている中で やっぱりまずそこを中国はやめるべきですし 台湾に関しても同じ話ですけども やっぱりそういうことをやっぱり 税としない同じ価値観を持った国が やっぱり連帯して 据大阪府議会議員天田失之推測 古屋会長此次訪台 很可能触及到日台间 如何制定出可行的战略防御話題 因中共正从俄乌战争中吸取教訓 極可能正在改進進攻台湾的战略 ロシアとウクライナの戦争の中で 中国というのはかなりロシアを見て ウクライナがどんな対応しているかとか そういうことをかなり研究してますので それを活かして 今回台湾なり日本なりに攻めてくるときに 今のロシアが失敗したことはやらないでとか っていう風に戦力を練ってきていると思うので 歡迎各位来到台湾 由于台湾与多個国家没有外交关系 各种外交对话受到限制 所以台湾方面非常重視議会外交 将其作为台湾与日本、欧洲和美国 对话的補充 国際的な課題、大きな問題として やはり台湾事変が間もなく来るのではないかと ゆくゆく言われてはおりますけども その点についても 私はやっぱり日、台、しっかりとした連携が必要であると またですね、外交的関係性がないというところも 日本、台湾でのやはり民間的交流が全体的に前に出てくるわけですけども その点も踏まえてやはりあの 古谷先生が言っていただくということは 日本議員高度肯定此次訪台的意義 并分析说 日本和台湾当务之急 就是共同制定出有效抵御中共武力攻台的防御战略 此次訪台的目的中不能排除这一可能性 新唐人電視台日本記者站采访報道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 8月21日经检测確診 但继续居家办公 日本媒体报道 鉴于台湾有事等情况可能发生 日本已经决定要引进遠程巡弋飛弹 目前考虑拥有将超过1000枚 部署地以日本西南群岛至九州一带为主 另外日本計画任命一名駐北约特別大使 加强与北约的合作 2018年 北约接受了日本的请求 同意日本駐比利时大使兼任北约代表 因此 日本常駐北约代表 一直由駐比利时大使兼任 如今日本外部省计划任命一位 常駐北约的全职大使 不再由駐比利时大使兼任 产经新闻报道称 今年2月以来 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动摇了国际秩序 日本决定加强与北约合作 今年6月 日本首相安田文雄出席了在西班牙举行的北约峰会 成为第一位出席北约峰会的日本领导人 峰会期间 日本与北约就实现开放自由的印太地区达成共识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总和报道 来关心 为了抗衡中共的经济影响力 由美国主导成立14个会员国参与的印太经济架构 首场面对面部长级会议 9月初将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日媒报道 日本将派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仁出席 而成员国将正式协商并制定 包含数位经济在内的贸易 以及半导体等重要物资的供应链韧性化 等四大领域规则 成员国也可只参与部分领域的协商 再来关心 中国旱灾四川日前勒令 所有工业电力用户生产停产6天 21号晚间又宣布将停产时间加码 延至8月25号 中共水利部称预计9月份 长江中下游来水量人江偏低 安徽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旱情 可能进一步恶化 四川官方昨天宣布 首次启用最高级别的能源应急响应 要让电渔民 但四川达州的电力集团已发布 有序限电的预告 是民生限电的第一枪 中国大陆持续罕见高温干旱 导致电力供应严重短缺 8月21号 四川省政府发布通知 当天临时启动突发事件 能源供应保障 一级应急响应 虽然官方喊出要让电渔民 但四川达州电力集团已经发布 有序限电预告 计划对用户实施 每次停电约2.5小时的限电 是民生限电的第一枪 四川官方21号晚间又宣布将停产时间 加码延到8月25号 等于这波停产时间高达11天 同一天 上海市政府发布通知 要求8月22号到23号 暂停开放黄埔江沿岸外滩 北外滩和小鹿家嘴地区的警官照明 包括媒体木墙等 要求各有关单位遵照执行 有研究机构担忧 极端天气加上缺电危机 恐怕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供应链 产生巨大影响 严峻情况将持续两三个月 新唐人记者赵凤华刘芳 综合报导 8月21号 中国中央气象台 连续第十天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浙江 安徽 陕西 四川等8省份 多个地区气温达40度以上 导致长江流域 旱勤严重 多地农田干裂 截至目前已有3299万亩耕地受汗 246万人供水受到影响 中国大部分地区 面临长时间的热浪和干旱 周日 中共国家气象中心连续第十天 发布高温红色预警 截至8月20日 今年的高温天气已陆续长达69天 超过10个省份出现中度 及以上气象干旱 局部特旱 高温天气持续时间 已经达到1961年 有完整气象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长 炎热干旱的夏季使农作物枯萎 水库的水位只有正常水位的一半 受汗灾影响最大的是四川 上周 为了应对居民空调用电量激增 四川省关闭工厂已节省用电 当地气温高达摄氏45度 该省拥有9400万人口 80%的电力来自水电大坝 重庆复原村68岁的农民陈小华 站在自家田里说 今年比1960年更干旱 气温更高了 农作物都被烤死了 陈的小快地靠近长江及其支流龙溪河 但现在溪流已经枯竭 使它的主要农作物干枯 由于担心秋凉收成 湖北湖南等多地重新分配农业用水 农民们从附近的湖泊和池塘抽水 同时设置了临时水坝结水 中国秋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75% 中共农业部称 未来10天是中国南方水稻作物的抗灾关键期 与此同时 大陆北方多省则是暴雨洪灾 预计未来一周 中国将面临汉情汛情叠加的严峻形势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延峰 李明迪总和报道 8月25日到27日 全球央行会议陆续登场 联准会主席鲍尔 预定于美东时间8月26日上午10点进行谈话 预期美股转趋观望 动能有限 连带影响台股续工力道 此外英国7月通膨率飙升至10.1% 增幅再次改写40年新高记录 推升英国央行9月可能再度升息两码的预期 三星集团少主李赛荣获特社后 大动作宣布2028年前对半导体研发投资20兆含元 在七星园区建造全新半导体研发中心 占地面积约10万9千平方公尺 李赛荣表示将延续三星电子重技术领先投资的传统 韩媒分析李赛荣重掌兵符后 三星渴望快马加鞭扩大投资 进一步提升市场主导地位 在D-RAM、NAND和晶圆代工领域大幅领先竞争对手 中国四川将限电令延长至25日 陆媒引用分析师说法指出 当地面板厂产出将进一步减少 尤其是全球LCD面板当月产量将减少两成 面板产业供过于求的情况渴望随之减缓 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21日在推特上宣布 其公司旗下的全自动驾驶系统 在北美的价格将上涨至15000美元 另外特斯拉工程经理宣布 AI团队开发的超级电脑硬体升级 以GPU数量来看的话 相当于全球第七大超级电脑的水准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 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大重要日都在本周紧张情势升温 另外美国参议员推法案 禁止中共国企购买美国农地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国万优胜游风 使用进口原料制成 已开发上万种产品 游风能够确保机械正常安全的运作 阻缺外界污染物并防止漏油 融合ISO品质保证 客制化一条龙服务 谈判制造专业第一 国万优胜游风 恰隆企业 首创智慧监控气体供应服务APP 监控气体刚平的入库查核 验收 自动显示储存区 使用记录 库存警报简讯 远端遥控 智慧下单 自动化服务管理系统 经典盘点时间 节省人力 智慧监控APP 气体供应的解决方案 恰隆企业 接着来看到俄乌局势的最新情况 这个星期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将迎来重要的日子 今天是俄罗斯的国旗日 24号则是乌克兰的独立日 我们来看到俄乌两国领导人的最新谈话 对这个星期待 不想要人家不想拒絕 你知,你每一人都在乎 每一人都在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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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0天,近乎一半年 最多的大人 不想到我们去挑战 我们 我们成功 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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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俄国哲学家 亞利山大 杜金的女儿达利亚 8月21日 被证实在莫斯科郊区的 汽车爆炸事故中丧生 而杜金被认为是 俄罗斯总统普丁的智囊 对此 乌克兰21日 强烈否认参与相关炸弹袭 表示乌克兰不是恐怖主义的犯罪国家 俄罗斯国家调查员表示 8月20日晚 达尔雅驾驶的丰田汽车 在莫斯科郊区的公路上被炸毁 中年30岁 现场发现了疑似引爆炸弹的装置 可能是汽车炸弹袭击 俄罗斯塔斯社报导称 汽车属于达尔雅附近 亚历山大杜金 两人在参加了同一场活动后 杜金临时决定换车 两人分头返回 因此外界猜测 杜金可能才是这起事故的真正目标 杜金是普京的亲密盟友 被称为普京的大脑 是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者 主张俄罗斯吞并乌克兰 与俄罗斯的入侵行动有密切关系 杜金的女儿达尔雅生前是名记者 非常支持父亲的观点 妇女俩也因此被列入美国的制裁名单 俄罗斯外交部推测 乌克兰可能是这次袭击的幕后黑手 但乌克兰否认参与 与此同时俄军展开新一轮猛攻 俄国国防部21号宣称 在乌克兰港口城市敖德萨 用口径导弹摧毁了一个弹药库 里面装有用于美国海马斯系统的导弹 以及西方大国援助的导弹 此外俄军声称在尼古拉耶夫州 和赫尔松地区摧毁了7辆装甲车 100多名乌克兰军人丧生 在顿涅茨克地区则是摧毁一辆坦克 以及5辆特种车 30多名乌克兰军人死亡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认为 俄罗斯可能会在乌克兰独立日8月24号之前 做出一些非常残忍的举动 新唐人记者宇婷总统报道 填补债求职诈骗人口翻译事件频传 台湾方面最新一波营救进度 5名受害台湾人获救 21号搭机返台 台湾刑事局统计 经政府及公司部门通力合作 受困的台湾人以救援协助返国有72人 侦破人口翻译案25件 逮捕75人 航空警察局从7月至今 已成功劝阻29人出境 美国参议员朗德斯日前提出一项法案 要求将中共 俄罗斯 伊朗和北韩列入黑名单 禁止这些国家的个人和实体投资 购买或获得美国的农田 或与农业相关的企业 南达科他州联邦参议员朗德斯8月17日提出一项法案 禁止中共购买美国农田和美国企业 声明说保护美国农田对于维护我们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 这项收购很可能会威胁到我们的国家安全 因为它允许中共密切监控一个非常重要军事设施的行动和通讯 朗德斯指的是中国富丰集团购买北达科他居民的土地 而这片土地距离美国大福克斯空军基地 只有大约20分钟车程 大福克斯空军基地是美国最先进的军用无人机技术所在地 也是新的太空网络中心 朗德斯发推文强调 该法案将阻止中共俄罗斯北韩和伊朗 在美国购买农田和农业企业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李清怡01综合报导 8月21日索马利亚军方宣布 军队解救了在首都凯越酒店被恐怖分子劫持的106名人职 但这次恐袭事件造成至少21人死亡 索马利亚首都摩加迪修凯越饭店 周五晚上遭到与盖达组织有关联的武装分子袭击 索马利亚精锐武装部队与恐怖分子交战约30个小时 解救了包括儿童和妇女在内的106名人职 根据送往医院的统计至少21人死亡 其中包括10名安全人员 并有117人受伤 据目击者表示两枚汽车炸弹先炸毁了饭店入口 随后青年党恐怖分子趁着浓烟冲进饭店开枪扫射 枪手在饭店二楼劫持人职 以便阻止当局使用重型武器还炸毁了楼梯 目前遭遇袭击的凯越饭店正在清理之中 索马利亚极端组织青年党宣称发动了这起袭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徐哲林明迪综合报道 中共以香港为主题的宣传片捏造获奖影展 外媒接中共大外宣一条龙 另外传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 26号见中共国台办主任刘洁一 朱立伦表示目前没看到行程 更多内容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台湾是蓝岛文化的花园地 在这个特殊的天后和水土 孕育出世界独特的牛樟枝 耗风生剂以全球最先进蛋白质体 及天然物精粹技术 进行多项牛樟枝新药开花 我们不会让罕病边岩化 我们专注提供岩花协助 耗风生剂 在我去公园玩乐 你每次都跑好远 阿嬷走不动啦 你要穿这个啦 我也希望德行天下哦 走吧 带身放电的小配方 德行天下主公健康鞋店 中共军演威胁台湾时 国民党副主席夏立言访问中国大陆 在厦门隔离十天出关后 传出将私下会议件 中共国台办主任刘介义 海协会会长张志军 夏立言透过简讯回应台媒 行前向陆委会列了两名可能见面的人 国民党文传会人员 重申党主席朱立伦二十一号的回应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降低两岸对立战争的风险 我想这是很清楚的 那接下来的行程 几乎都是到各地跟我们这些台商的座谈 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这样的行程 如果有这样的行程 我相信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事前一定会跟大家报告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样的行程 那如果有这样的行程 会不会表达这是对军演的一些质疑 国民党派团访路舆论哗然下公开承诺 绝对没有所谓访问北京会见大官 也不会谈其政治性的议题 不过先是林祖嘉视讯参加中共活动 表达了九二共识 接着又传出8月26号鬼门关当天 夏立言将在上海会见 中共国台办主任刘介义 夏立言被问到是否会表达反对军演立场时 回应说都会找适当机会表达 香港大学中国传媒研究计划15号揭露 法国导演列里福瑞今年拍摄的短片 称又见香港 与共产党论调一致 赞颂香港政府贬义香港民主运动 充斥着中共大外宣的影子 并对外宣称获得布拉格电影节最佳纪录片 遭到捷克媒体打脸 这个影展根本不存在 今年6月初 两名捷克媒体记者看到春又见香港宣传后 前往现场参与 发现根本没有布拉格电影节 而所谓放映会也只有两人购票观看 有香港电影工作者在推特上表示 身边人没有听过这部纪录片 并对比多张网站的宣传照是来自图库 批评大外宣机器又动起来了 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荷兰籍独立记者宋凯文指出 该片工作人员名单也很可疑 几乎都查无此人 更没有提到任何制片公司 中共升高台海紧张 共军喊出今天在东海举行14小时的实弹射击演习 不过国际政要仍接力访台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访团来台 注重与台湾半导体等高科技产业的合作 今天上午在外交部长吴钊燮见证下 美国印第安纳州与台湾经济部签署 经济合作及贸易关系了解备忘录 明明我们已经成立了 互联合作与贸易关系 互联合作与贸易关系 美国印第安纳州州长侯康安 以及台湾经济部次长陈正琦签署 经济合作及贸易关系了解备忘录 在共同价值基础上具体强化经济往来 接着带你来看到8月22号的天气预报 中午 habl 中午 短 中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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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卫生向护航为沉默发声 谢谢你的收看 我是唐结案 再会 世界越来越快 它们却越来越慢 思考慢了 岁月也慢了 它们越来越远 在一百万次的拥抱中 彼此的生命变得不一样 华山基金会邀你一起 在一百万次的生命变得不一样